然后再来状于虫句六大状从的第二大状从里面也应该知道原因状于虫句 好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原因状于虫句在翻译当中的主要表现 就断句词你们最喜欢找到的就是最喜欢的词 because因为由于 because因为由于还有since叫既然由于 同学们注意since它有表原因的意思叫既然因为由于 在翻译里面考过一次等会我们就要碰到 当年好多人不知道还把它翻译成自从的意思了 还有as就因为由于 也要注意那个as同学们考研翻译as考的很多 这十多年考了十一遍之多 还有一个now that叫既然因为由于now that 还有特殊表现特殊表现 所谓特殊表现就是考的不多 但大家可能见过也可能忘了 请看 seeing that considering tha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同学们注意这三个叫因为既然考虑到 鉴于或者有鉴于此这样的说法都可以 注意这个seeing that considering that意思差不多 seeing是明白到这一点理解到这一点 considering是考虑到这一点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是因为这个事实 所以叫因为由于 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同学们 大家看看这个 seeing that 可以整理解到这些 all the guests have come here let's have dinner 那因为所有客人 考虑到所有客人都到了 咱们开吃吧 对了不 好注意这特殊表现 还有 in that 因为原因在于 这个in that 其实是一个四六级的一个词 大家可能早就有点忘了 可能 now that 还记得叫既然因为由于 in that 就稍微有点忽略了 好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看这个 these two areas 这是一到四级的阅读题 应该是 these two areas are similar in that the both have a high rainfall during this season 那怎么说 那我们可译一下 这两个地区areals 对了吧 这两个地区之所以相似 对不对 是因为 是因为啥 他们在这个季节都有 怎么样 较高的降雨量 可以的 in that 因为原因在于 还有特殊表现 原因状语重学的翻译方法 好 那原因状语重学的断句点 或者说 引到词就这些了 那原因状语重学的翻译方法 应该怎么翻译了 接着记下去 原因状语重学的翻译方法 其实我们碰到过 前面也提醒过 有两种翻译方法 一种前音后果 或者一种前果后音 好 我这里稍微说了有点啰嗦 你们记一下吧 原因状语重学 一般把原因状语重学翻译到主句之前 一般把原因状语重学翻译到主句之前 构成前音后果的顺序 一般把原因状语重学翻译到主句之前 构成前音后果的顺序 如果原因在后面太长 有时候也可以采用 之所以是因为的句型 如果原因太长在后面 有时候也可以用 之所以是因为的句型 就说头们原因状语重学 跟中文一样 前音后果或者前果后音 前音后果因为什么 所以什么 这是最常见的用法 但有时候也可以 之所以是因为的句型 这样翻译就好了 头们原因状语重学 记完了吧 我们前面也碰到过 我还提醒大家注意过 04年62题刚复习过 大家看看 我们之所以应该感谢 这两位人类学语言学家 是因为其中一些语言 从此以后已经消失了 由于as 还有印象吧 因为由于 because as 之所以是因为 对了不 好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句 原因状语重句 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句 在我们书上 来翻书 2002年 讲义上 2002年 大家看一下 62题 这句话也比较简单 2002年62题 找到了吗 头们找到之后应该干嘛 在动手做题之前 应该端句画竖线 对不对 来赶紧画竖线 给你们10秒钟 这句话只有两道竖线 可以画 三节 10 9876 5321 记事完了 头们告诉我 这两道竖线画在哪 最合适 画在because前面最好 还是partly前面最好 思考一下 2002年62题 当然是partly前面 为什么 大家看看 因为那个m的并列的是 partly because 前面还有partly because 对了不 所以后面是好长两个原因 对了吧 所以前面用结果 所以这句话的句型 就应该是这样子了 之所以 部分是因为 部分是因为 对了不 来头们 拿起笔来 暂停屏幕 动手做题吧 好 头们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也比较简单 我想大家也应该做出来 得到1.5分钟 这句话如果稍微难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有一个单词 叫iterm 这个单词 可能翻译的事不好翻译 不好意思不好定位 好 我们首先从前往后看一下 有一个专业术语 behavioral science behavioral science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behavior叫行为 对不对 所以叫行为科学 行为科学之所以 之所以怎么样呢 slow to change 最后那个change 你们刚刚怎么翻译了 你们如果把它翻译成变化的话 恭喜你 一定错了 扣0.5分 大家知道科学不叫变化 科学叫什么 你绝对不能把它翻译成 行为科学之所以慢慢变化 或者变化慢慢 都不是特别好 科学我们不叫变化 叫发展缓慢 对不对 所以这里前面 行为科学之所以发展缓慢 部分是因为 部分是因为什么呢 好我们看看 部分是因为 explanatory 大家知道 explanatory 它从explain解释过来的 所以叫解释性的 item item叫什么 item你们记过叫项目 对不对 叫条款对不对 都错 这里item最好翻译成依据 依据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项目条款 后面那个observe 去观察它有点麻烦 所以解释性的依据 通常似乎是怎么样呢 是直接是被直接观察到的 被子省略被子 通常是直接观察到的 就可以了 后面部分是因为 其他种类的解释 一直难以发现 可以了 这话比较简单 但同学们 那我问一下大家 就万一考场上 那个解释性的依据 这个地方翻译不好 请问 可不可以就把它翻译成解释 可不可以 可以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partly because 人的partly because 两句话是并列的 而第二句话里面有 other kind of explanations 那所以说明 这个explanatory items 是不是就等于explanation了 所以就把它翻译成 部分是因为一些解释 通常似乎是直接观察到的 另外一些解释 很难发现 都可以 都可以 灵活处理一下 来 看的英语 把这句话答案给我刷新一遍 这里我们用的 之所以是因为前果后因的句型来翻译 开始 怎么说 行为科学之所以发展缓慢 部分是因为解释性的依据 通常似乎是直接观察到的 部分是因为其他种类的解释 一直难以发现 好 这是壮与虫句 原因壮与虫句 我为大家举的第一个例句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句 我们这是用前果后因之所以是阴雷的句型 当然一般其实用的最多的 还是前因后果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句 在我们书上翻书 2009年 09年 大家看一下49题 0949 同样先断句 这句话有点不好断句 09年49题先画竖线 09年49题竖线 好我们看一下断句点在哪最合适 这句话最大的一分为二的断句点 同样在哪最好 同样有点难发现在位前面 最大的一分为二的断句点在位前面 为什么 因为特别好找同样 因为有人说老师你没说位是断句点 到哪特简呢 因为到时候信使是连接的一个虫句 对不对 既然信使是连接一个虫句 那后面就应该有主句 而主句 虫句到哪儿结束 位是做主句主语 所以位前面是最合适的 那再看同样 投影医上已经有了 位前面往前看 有一个最大的一分为二的竖线点 在to is to 这是不定是词组 做表语 那后面 位后面再看 有哪个地方断句呢 whether or 那个地方断句可以 位取断句也可以 都可以 这关系不大了 好同样 暂停屏幕 动手做题 这句话稍微有点难度 这句话我觉得到今天你能做出来得一分 其实依旧已经还比较不错了 来吧 动手 我们等会再来讨论 它到底哪儿比较难一点 动手 暂停屏幕 做题 好 同学们我们来讨论一下 看这句话为什么到今天 基础阶段就要快结束了 还那么难 把定义从事都讲完了 我们已经做到十句话以上了 还那么难 还只能如果做出来得一分 我认为都还算是不错了 当然如果能得一点五分 就算是比较完美一点了 如果你这句话能得一点五分的话 你明天考试应该能够十分满分翻译 英语一的同学能够拿到六分以上 如果这句话是考英语二的同学 能做出来得一点五的话 你一定可以十五分满分 可以得到十分以上 首先姓氏不用说 叫既然因为由于对不对 最不要翻译错了 还有人不可能会把那个姓氏翻译成自从 这里我们讨论的原因 既然our chief business 我们的chief叫主要的对不对 我们主要的business他们 这是第一个单词 比较容易扣分的地方 如果这个单词翻译对了 这句话就应该能上一点五了 这个地方就是有零点五分的得分 business他们一定不要把它翻译成 我们的主要生意 一定不是 business他们有好多意思 business这个词在考研翻译当中 大家知道我们前面复习过 在讲定义从去后制的那句话里面讲过 叫电视 television business 叫电视产业 电视行业 这里也不能说我们的主要行业 所以它既不是生意也不是行业的意思 business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零点五分比较难 难就难在 我们要去定位根据上下文来定位 而下文有一个with them 那又有一个代词指代的问题 那我们就得去找那个them指代的是谁 如果那个them指代的是生意人 是businessman 那那个business那就一定是生意了 对不对 那我们早早往前看看 这第一个零点五分比较麻烦 那那them往前看上一句没有化现的句子 上一句没有化现的句子说 我们看一下回到书上 回到书上看一下上一句话 上一句话说 the need of training is to evidence the pressure to accomplish a change in their attitude 大家有没有发现上文还是用的代词there了 所以再往前看 再看上一句话 上一句话 四十八题化现的句子了 四十八题说 it is easy to glow in our contact with them 但有没有发现四十八题还是用的them them there都不能看出来 对不对 再往前看上一句话 那一段第一句 整个没有化现的句子的句子 说第一句话说 but in dealing with the young but in dealing with the young 所以同盟大家有发现 the young是指年轻人吧 所以下文的them their是不是都指年轻人 所以当然这里的them也指代的是年轻人 既然是指年轻人 这个with them 就是指 dealing with the young 在和年轻人相处过程当中 在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们的主要business 什么这么翻译 叫主要任务 主要事情都可以 所以同盟这第一个0.5分到手了 这第一个0.5分 所以同盟第一个0.5分到手了 那就是既然我们的主要任务 我们对于什么呢 我们与年轻人的主要任务 或者我们对于年轻人的主要任务 或者我们在与年轻人相处过程中的主要任务 或者主要事情都可以 0.5分不要难吧 如果你能把这个0.5分做对 同盟最坏你一定能上1.5分 那business是有事情 是有任务的意思的 大家应该记得 就是口语当中用的 又稍微有点粗鲁的一句话 It's not of your business It's not of your business 啥 关你屁事 对不 可以了 是有事情的意思 那既然我们对于年轻人的主要任务 是什么呢 是后面比较简单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是使某人做某事 对不对 是使他们能够 这个他们是年轻人不用自带了 因为前面说过 那是使他们能够 share in a common life 这第二个0.5分又来了 难就能在share这个词的翻译上 我们先指引他 share大家记过 有分享的意思 对不对 common life叫日常生活 共同生活 in a common life 在日常生活中 在共同生活中 对了不 所以你可能 你看感受一下 那不 在共同生活中分享 太难听了吧 或者分享在共同生活中 都不可以吧 那所以 是使他们能够在共同生活中 懂得分享 或者学会分享 这不就可以了吗 因为大家知道 你想我们对于年轻人的教育 对年轻人相处过程中的主要任务 是不是就正好是使年轻人 能够懂得分享 学会分享 一分到手了 意识上也清晰了 那然后再来 we cannot help 我们这个地方又容易错 其实不容易错 是容易出心 cannot help doing something 是一个固定词组 叫经不住的 情不自禁的 那么我们经不住的 就会去思考considering 思考什么呢 whether我们是否 我们是否怎么样呢 是否forming the power 好他们注意 forming the power这个地方 我觉得还注意翻译它 那forming本来叫 正在形成某种力量 对不对 正在形成力量 但我们中文说 形成力量 他难听到 我们是否具有了这种力量 可能会好一点 对了不 形成力量 具有力量 当然形成力量是正确的 我们是否具有了什么力量呢 形成了什么样的力量 我们是否具有了那种力量 什么力量 位置定义重聚 但我发现这个位置定义重聚 特别简单 字数不超过 你看一个 加上well 两个三个 四个 对不对 只有一个 为 只有一个动兵结构 是否具有了这种 secure disability的 这种力量 secure 他们注意这个词 secure 你们记过 你们记过的一个最基本意思 它叫形容词 叫确保的 有保障的 对不对 比如说 feel secure about one's future 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保障 感到无忧无虑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 have a secure job in the civil service 然后在 civil service 在政府部门 在市政服务处 对不对 但一般我们就公务员 其实就是 在政府部门有一份 secure job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注意他们 secure 它除了有确保 有保障的意思之外 它其实还有确保 获得的一含义 它其实有一层 隐含的含义 要获得 比如说大家看 secure 可以当动作用 secure all the doors and the windows before leaving 在离开之前 要确保所有门窗 确保所有门窗 是啥意思 要确保所有门窗 都关好了 在出门 还有 we need to secure the bank and the one 那大家知道 我们要确保银行的贷款 是确保获得银行的贷款 对不对 所以回来再看一下 这句话 那就简单了 我们是否具有 这种力量 什么力量 确保他们 获得这种能力的力量 对了吧 好 同学们 我们不妨做一道 这话讲完了 我们不妨做一道 阅读理解题 因为我说了 其实同学们 学好翻译 常栏剧提高了 你的阅读能力 也会有所提高 那这个this ability 这个 这种能力 refer to 什么能力 这种能力 指的是什么能力的 指的是 to share in a common life 在日常生活中 懂得分享 学会分享的这种能力 对不对 好 可以了 这是壮与重句 原因壮与重句 前因 后果 直接翻译的一个例句 来刷新一遍 稍微有难度 怎么说 既然我们对于年轻人的主要任务 是使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懂得分享 或者学会分享 或者学会分享 那么我们经不住的就会去思考 思考什么呢 我们是否形成了那种确保这种能力的力量 或者权力都可以 好 这是时间状语重句 但是同学们注意 除了时间状语重句以外 在考研翻译当中 还最经常考的是时间状语 所以接着记下去 有八个词组 他们表时间状语 分别是 because of 因为 因为 由于 on account of 因为 由于 due to 因为 由于 还有 thanks to due to 还有 thanks to 还有 thanks to叫因为 由于 对不对 多亏什么的 之类的 比如说 thanks to your help 还有 attribute to 因为 由于 all in to 不用说 大家应该记过 因为 由于 还有for the reason 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叫因为 由于 还有as a result of 作为什么的结果 是什么什么 由于这个原因 对不对 as a result of 因为 由于 好 同学们 这种表原因的短语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例句 翻书 在我们讲义上的 2000年 2000年 大家不妨看一下 2000年的73题 2073讲义上 找到了吗 断句 画竖线 做题 大家有发现 可能讲义上 我是不是已经帮你们 把那句子已经给你们断好了 好吧 那动手做题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考场上 有人把句子给你竖线 断好了 你做题轻松多了 来 拿起笔来 暂停屏幕键 动手 同学们 做题吧 好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 其实看起来只是长而已 翻译起来 其实应该很简单了 因为到今天我们再来做这种句子 应该感觉非常轻松 那首先 Ointu 本来表原因就在前面 所以我们就直接翻译它就可以了 由于 由于什么呢 Ointu跟的宾域中心词是 Development的叫发展 对不对 那什么样的发展 那 Remarkable Development In Mass Communication 那至于这个In 是不是也是一个街团 一座定义修实发展 在哪儿的发展 在Mass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叫交流 叫通讯 同学们 记得这个单词 叫交流 叫通讯 Mass 叫大众通讯 大众传媒 都可以 而Mass 同学们有大众的意思 大家知道Mass 你们记过有一大团 一大块的意思 但除了这个意思之外 还有大众的意思 在这里是大众 Mass还有一个意思 叫大量的 叫大量 那我给大家看看 Mass考大量 就在本篇文章2000年 大家翻译一下75题 看看 2075 有一个Mass Migration Movement 叫大量 Migration叫移民人口的 Movement叫流动 迁移对不对 所以大量人口流动 那是 所以这里是 由于大众通讯的发展 什么发展呢 再来翻译 Remarkable 叫显著的 明显的 但如果万一考场上 那个Remarkable 不认识的话 其实可以蒙得到 大家知道 由于大众通讯的发展 前面要跟一个词 快速发展 迅速发展 是不是都可以的答案呢 由于大众通讯的 显著发展 然后再来看 People Everywhere 怎么翻译 是人们在到处 还是各地的人们 Everywhere 是一个后置定义 修饰前面的人们 所以各地的人们 正感受到了什么 新的需求 对不对 可以了 然后再看 一分到手了 后面 后面 并且正 并且正 Be Exposed to 他们们记得 是一个固定词组 但照Expose 本来叫暴露 对不对 Pose 大家知道Pose 才意思 就是照相摆个Pose 摆个姿势 对不对 Expose 出去摆姿势 就暴露了 但是Be Exposed to 是一个固定词组 它就叫面对 接受 接触 Be Exposed to 叫面对 叫接受 接触 这个Be Exposed to 这个词组 在翻译里面 其实就考了一次 在考研阅读文章当中考过 大家我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在阅读文章 大概应该是 就讲男性和女性的压力 那第四段话里面 Be Exposed to 出现了三次 说女性所接触到的压力 可能会倾向于 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还有男人出去打仗 他们Be Exposed to 是Combat Stress 他们面对的是战争的压力 对了吧 应该是2000年的 阅读 不对 08年的阅读的第一篇 应该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一篇里面考了好多次 Be Exposed to 应该还有出题点 还有Be Exposed to 这个点 好 注意 记得 所以有时候做阅读 精读阅读 用我前面说的阅读的方法 来去做逐句翻译 当然对翻译是有极大的促进了 那并且正接受到什么 新的custom叫习俗 叫风俗 对不对 和idea 简单 叫观点 好 再看while 叫然而 while 叫然而 这个词等会儿吗 马上就要说 然而government 叫政府 各地的政府 如果硬要表现这个s的话 同学们 各地的政府正 Be Forced to 同学们又是一个固定词组 大家知道那个Be Forced to 你们习惯翻译成被迫 对不对 但Be Forced to 以后碰到之后 最好把它翻译成三个字 叫不得不 Be Forced to 叫不得不 然而各地的政府 不得不去怎么样呢 记得introduce那个词 同学们 千万不要翻译成介绍 如果你用介绍来翻译 扣字以0.5分 上下文 同学们 introduce下文根的宾律 是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同学们叫改革 还是革新 改革叫reform 对不对 所以这里叫革新创新 所以我们不叫介绍革新 叫引入 或者采取革新措施 都可以 所以introduce 叫引入 叫采取 采取什么 是第五叫仍然 Further 叫更远的 更进一步的 采取更为进一步的革新措施 后面那个for the reason given above 叫由于原因 什么原因呢 叫由于给出来的 上面给出来的那个原因 大家知道中国人说 上面给出来的那个原因 其实四个字叫啥 由于上述原因 对不对 好注意 这个由于上述原因 等会翻译的时候 前因后果 搁到哪去 搁到政府前面去吧 好刷新一遍 记得这话 其实就长不难 对不对 记得讲过的一些单词 结构 开始 怎么说 由于大众通讯的显著发展 各地的人们正感受到新的需求 并且正什么 接受到新的习俗和观点 然而 然而什么 先翻译后面 由于上述原因 对不对 由于上述原因 什么 政府通常不得不采取 更为进一步的革新措施 或者创新措施 都可以 好了 这是原因状以从去 给大家讲到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大状重 这条件是 同样的 并且